18日在行政長官大問大會上 有議員關注前檢察長何超明一案的推薦門事件 要求行政長官崔勢安公佈事件的涉事人員密達 崔勢安表示他並沒有向法庭提交相關密達 前檢察長何超明涉探一案光動一事 連帶出的高官推薦門也引起社會熱議 在終審法院對其進行審判期間 何超明指出 有部分官員曾向其推薦介紹進入檢察長辦公室工作 在行政長官大問大會上 議員高天次就推薦事件人員名單一事 向行政長官崔勢安提問 前任的檢察長曾經說過有14個人 打電話給他希望幫忙請這些家屬去檢察院工作 究竟行政長官在還有以下的時間 會不會公佈這個名單和要求廉政公署查究竟 裏面涉不涉及的主要官員的 參與這些這樣的遊說 崔勢安回應稱除了前任及現任行政法務司司長的兩名親友之外 並沒有向法庭提交相關名單 根據我所了解 其並沒有向法庭提交相關的名單 但是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學識公務人員作出違紀行為的任何人士 坤是可以向相關公務人員的上級作出舉報 同時獲知存在違紀行為的公務人員 亦有義務作出舉報 出世案指出廉署已經對相關事件作出調查並公佈 現時已不具條件案通則規定 作出紀律追究行動 關於前任行政法務司和現任行政法務司 想介紹親友進入檢察長辦公室工作的事項 廉政公署已經對事件作出調查 並向社會作出公佈 其中嚴政公署經調查指出 現時已不具條件 依照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 進行紀律追究的行動 出世案表示 依法施政、連結線制是特區 和所有公共機構的職責及運作要求 必須按照合法性原則 遵循法律賦予權限開展工作 作為行政長官亦都要求全體公職人員 必須尽忠職守、連結奉公、依法辦事 各級官員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 澳華衛視記者 有被營梁家傑、李家衛、陳其 我們報導 告知